你 ok 4月23号星期五晚上大家好 谢谢大家收看你生活杂志社底下的爱生活网 单位你呈现的正经800年度直播 这一期呢是第32期我是蓝志峰 那么这一个系列已经超过100万人观看了 那么看看你1.72你的单位看《星辰佛报》 已经到了青春日周刊 而在网络上《星辰佛报》在2021一个创立的网站叫做爱生活爱赖普 那么记得要去赖普 follow 爱生活的最后 Backing 今晚的嘉宾是有胡玉山博士 那么我们把胡博士请出来 所以大家好 ok 我们这个阶段 同样前大家来聊三个您应该关注的14课题 而第一个课题呢就是网络霸凌和大马有没有自由 第二呢就是老马要炒掉南美林的罗生门 那么第三呢就是紧急状态 哎呀这个要解决紧急状态 从一开始1月12号开始的时候 就不应该有紧急状态 就是蛮多人的看法 那么在进入第一个课题之前呢 记得去这个艾森罗艾赖国家来投票 然后今天的投票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紧急状态该不该结束 这两个点像应该跟不应该 紧急状态该不该结束 应该跟不应该 好那么大家有时间去投票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网络霸凌和大马言论自由 它其实是两个课题 一个呢是网络霸凌 而网络霸凌呢是因为这个星期发生了一个 呃 女生要尝试掉楼 但是被校整人员救上来 那么救上来之后呢 才被媒体发现到围 原来他是网红 之后呢就被媒体挖他的这个底 原来他有涉嫌嘛 假包包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就有一些媒体就不断的申请报道 然后啊支持这一名网络的就是 哎其实你们不应该去霸凌他 他已经不能查了之类的东西 然后就给他时间去处理 然后呢又有其他的人 就给网络都加进来 这边呢是网络霸凌的这一个环境 这一派 那么另外一派呢就是 无国界记者组织 无国界自由记者组织 无国界记者组织 哎你看看 无国界记者组织 OK回答一下 他就公布了全球180个国家的 新闻至于台湾版 马来西亚是这么多国家当中 2021年跌幅最重的国家 OK那么我们的盘益是119点 变了有18米 好 不过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老的大银有没有自由 呃我想的这两项肯定都是 呃蛮严肃跟蛮严重的一些事情了 那么我想呃 蓝组片跟我可能在网络上 当我们有时候发表一些意见的时候 可能也会遇到某种程度上的 可以说是网络大铃啦 是不是一些可能不太喜欢我们言论的人 或者是机构呢 或者是他们自己 或者是有一些听说啦 还会发动一些呃 他们的支持者啊 或者是他们出钱去叫一些人呃 会来攻击不止我们啊 总之言论不当他们听的一些人啊等等 所以我想呃 志丰兄跟我肯定这些年来 我们在网上发表各种意见 我们自己都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网络大铃的呃 多多少少也是呃受害者啦是不是 那么可是就说这种受害的这个情况呃 是不是严重到当然我不能不敢讲是不是严重到对有些人来讲 是很严重啦是不是 那么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要呃 所谓立法来监管这一个网络霸凌啊 那么立法来监管的时候呢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要控制呃 比如说往上或甚至是往下的一些言论 我想尤其是这最后一点才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受到某种程度的这种呃保护啊 不会受到太多的这种网络呃霸凌 而是大家很健康的就一些课题来呃 进行各种的辩论啊 而不是讲了几句就问候我妈妈 问候我全家人啊 叫我全家人出门要小心啊等等啊 是不是呃 可是就说我们要很小心哦 因为每当我们把任何事情啊 就交给一个公家去呃去呃 执财的话是不是 公家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哦是不是 那么而且公家当然 比如说一个政府啊 当然希望永远都是增下去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呢这些政府呢 他们可能就会滥用这种权力啊 就是说从本来是要保护我或者是蓝主编呢 那么就演变成呢就控制那个言论啊 反正是政府不喜欢的言论就拿来控制掉 然后就把它要不就删除掉 或者是发掉这个言论的人 可能要作奸啊发款啊等等是不是 然后就使到大家都不敢批评政府 那么这个政府就比较呃安稳的 啊做下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在呃 严厉的谴责这种网络霸凌之一呢 我们也很担心有关当局会不会也就趁着这个 有一股这个呼声说哎呀政府要监管啊 然后政府说很好监管我最喜欢监管的了 顺便监管买那个言论啊是不是 increases and by the way啊 不单只是呃呃蓝主编害 受到呃呃这个网络霸凌 你政府也受到网络霸凌的 所以我们要关制这种呃吊 呃元论的这种自由啊等等 而且不止往上 往下也是以我 倒不如一起送便款买它 你不要认为这种是很夸张的一个说法 当一个政府疯狂的时候 我现在没有指任何一个政府疯狂 是说假如有某个政府疯狂起来 死死要抓住权力的话 绝对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因为你们要的 你们不是讲个网络霸凌吗 然后可以无限上纲 变成控制那个言论 那么我国的这个言论 对不起 这个新闻自由的排名 盖兰主编也说 都已经跌到很厉害了 尤其是现在 这个应该是可以讲的 就是说你批评紧急状态 都可以作奸 都可以发款 是不是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觉得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肯定都受到很大的这个潜质 所以大家就说 在这两者之间 要有一定的这个斟酌 谢谢 OK 谢谢 胡博说 那么其实 我在媒体工作 所以这个新闻自由 这个东西呢 是特别感兴趣 也会特别敏感的 因为这个呢 就是限制我们媒体工作者的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月出来的 那么对于传统媒体 比如说 印象媒体来说 就有这个出版法律 然后还有这一个啊 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 比如说 传统法律啊 还有其他里面的不明示 里面的不明示的这些法律 那么来到网民的时候呢 就有1998年的多媒 可以紧急通讯法律 那么还有其他的法律 包括这个我讲那个真的是要很小心 就是在紧急状态之下 我们的政府已经通过了这个emergency 在这个audience底下呢 有针对所谓的假新闻 那么假新闻的 啊 definition 他的这个定义就很广 像刚才我都有提到的 然后我们的赶管法律事务部的总 将主部长大定义 他也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批评这个紧急状态的话 你可能就是我假新闻的这个协议 所以这一些的一连换的东西 又运到马来西亚在2021年 世界新闻自由排行榜当中呢 明示就直接的差点 那么其实在前一年的时候呢 去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台语其实还不错的 应该的时候换了政府 然后当时的西门政府呢 就有往新闻自由这一方面 我们这一块去工作 去做这些修改 比如说放宽 比如说上台的时候就马上最终打架 给我们这些反应 之后呢 就要成立印加超社 OK 媒体评议会或者是媒体理事会 就由这个印加超社 对于所有媒体人自己组合 然后自己仲裁自己决定做 媒体到底是不是有违规 到底是不是有彩限 而不是把这个仲裁的权力交给政府 那么过去在国政长成期间呢 决定媒体对还是错 决定哪一个东西是敏感 还是不敏感的 全部都是内政部 OK 是我们组成的这个KD量 然后西门上台之后呢 就做出一些调整 那么在那个时候 马上西门自由 就相当受判好的 那么我觉得任何一个民主 或者是进步的国家 它必须要有新闻自由 因为新闻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的 政府的这个宽容的这个态度 我们都说媒体是第四国 但是商权之外 这个司法立法行政之外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那么我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在我这里收到一些朋友的这个 应该来说听得很辛苦 我换一下我的这个麦 我的麦不懂什么 对的 我帮你接棒一下 讲一下是不是 你顺便你一边换麦了 我一边讲一下 我想很多时候 尤其是我们在这种发展中国家 很多时候大家会对政府有比较大的一些期望 认为唯有政府可以去做某些事情 甚至很大程度上 会想要把一些 就是我们民间可以解决的事情 希望政府出来解决 也就是刚才蓝主片有所说的 这个所谓刑事化一些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这是坦白说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 譬如说 我们扩大一点来说 这种叫做刑事诽谈 是不是 譬如我讲蓝主片 做了一些很坏很坏的事情 是不是 那么肯定使蓝主片的这个生意受到损失了 是不是 一般上在比较先进的国家 这种东西就是蓝主片告我 然后就有民事的告我 是不是 然后我跟他对打 等等 最后蓝主片赢了 我要陪蓝主片200万 等等 是不是 可是本地 其实是有这种所谓刑事诽谈 是不是 就是说他可以通过 他可以去报警 蓝主片可以去报警 说我诽谈他 然后警察来抓我 这种 那这种东西有时候就说你利用公权力来保护你的生意 当然保护你生意重要 可是你利用公权力来的时候 是不是 那么这个公权力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可以滥用这种 尤其是前置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甚至其他的各种自由的这个手段 是不是 然后就会使到你因为这样 你以后就不敢出声 是不是 好像假如没有记错以前林冠英 不是也是因为一个被控刑事的诽谈 所以才入狱了大概好像有整一年了 还是两年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都是打压政敌非常好用的一个手法 是不是 所以大家非常小心 好 ok 希望我的这个声音 ok 我放了那个声音 希望是两个同意呢 我聊了 ok 所以 啊 也是 做了几次 做了几个月 差不多整一年的这个 网上的这个 啊 live 这个 因为呢 我真的很想能够回到这 现场 啊 就是在真的是在一个礼堂上 那么讲起来就真的会比较顺 而不是 对的一个 screen 一个小小的这个 screen ok 啊 刚才扯开的话题 他还没去投票的 赶快去投票 那问题很简单 紧急状态 应不应该减度 两个点子 应该 跟不应该 好 那么我们知道言论基因是很重要 然后 言论基因是京都政府的减度司法立法和行政 所以这一点 相信大家都没有太大的这个质疑 而且相信 你如果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们也心里面都有这个感觉做 放了政府之后 那么这个马来西亚的言论 就有面对更大的这个挑战 而在野党 就是新闻的人 就不断的针对 负责通讯事务的部门 就是萨布丁 萨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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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完成了第一个的网络大林还有大马言论之余呢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 这个课题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 就是老马要炒掉杨美云的罗生门 那么这一个课题呢 是在刘正宗的新书去报的 OK 那么刘正宗那本新书是写 林吉祥 应该是配合林吉祥 八十岁大奏 然后呢 其中有一些环节就提到说 老马 因为不满 杨美云在厨布丁 萨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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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课题上 不听话 不懂是不是实质的 总是定下了这个条件 然后就令到老马很不高兑 那么其实 如果说你怎么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 李正宗说有 林吉祥也说有 但是 那当时内阁的这个农业部长 就是陈信党的属于主席 陈信党的老二 沙拉布丁讲说没有 没有 到底有还是没有呢 你觉得还是我们不应该去承认 这个他们就叫做政治罗生门 是不是 罗生门是以前 黑泽民日本著名导演的一部电影 然后他整部电影里面就说 就像你说讲了有发生过 没发生过 好像大家都到最后都很混淆了 是不是 那么最好出来澄清的其中一位人选 当然是主角 这两位主角 没有 不是 这个 杨美云应该还是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了 他是老 就是我们尊贵的马哈迪医生 我最喜欢叫马哈迪医生 他应该也出来做个澄清 有还是没有等等 是不是 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看大家最可能比较关心的 还不只是说老马是不是有想要开除过杨美云等等 而是背后所牵涉的各种的这些个题 就是基础老马要开除杨美云的那个主要concern 是因为杨美云追击这个叫做什么 澳洲的一家稀土公司叫Lynas 是不是 追击的太过用力了 那么马哈迪医生好像不太高兴了 是不是 所以才要开除他 是不是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反而可以 我们可以多关注一点 为什么呢 当初Lynas来到我国等等 有很多说法了 一方面当然制造一些这些就业机会 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担心说 会不会对因为稀土是提念 是一种很制造很多这些 污染废料的一种工业活动 所以大家担心会不会 就是说这些工业废水等等 会不会就污染本地的环境 是不是 所以杨美云好像是希望他们把这些废水 全部运回澳洲去 是不是 可是据我据我所知也许有改变 不过几年前据我所知 Lynas虽然是澳洲公司 是不是 可是这种废水等等 澳洲人是不允许存在他的国土的 而且这也是他来我国生产的其中的原因 如果你要他现在把水运回去 那不是defeat了 他就说 死到原本的那个目的不是打不到了 是不是 所以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需要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我们也需要这些所制造的工作机会 等等 所以你治理一个国家 有时候可能就要面对这种双面的挑战 一方面你需要担心说 是不是这些工业活动会造成很大的污染 另外一方面 你又要就是说 照顾到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等等 那么可能那个时候 就说我国经济马哈迪医生 甚至林冠林不是说很差吗 是不是 所以可能那时候马哈迪医生就认为 还是把Lynas保证马来西亚比较重要 是不是 然后可能他有想过 至于他是不是有在会议中 讲过要开除杨美云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而且假如有在会议中 就说 假如有在内阁会议中 讲过要开除杨美云 是不是 那么杨美云应该也在场的 是不是杨美云自己也出来 应该讲个话 除非哪天请假 是不是 所以就说这些当事人 就这件事当事人应该出来 来讲几句话 对我来说比较关心的 是背后的 所反映出的 好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时候就是需要再制造就业机会 以及在环境的可能不太好的那些影响那边 要做出一个平衡 是了 OK 我的看法就是 马哈迪应该有在谈话中 示范出这一个信息 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是没有很针对性的 只不过黑的人应该就 给到老马要传达的这个信息 心平神会 是吗 对对对 而当然 以老马从政政坛这么久 他肯定知道说 一些东西不能够讲到太明 所以当他把这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 相信在场的人都听得懂 他的前外指引 听到的前外指引 听到的前外指引 明镇总的在他的那本书中才写到很详细 几年几月几日 然后他们听到了之后 谁跟谁开会 谁跟谁在哪里开会 在走战主的第几层 然后开完会之后 又在走廊上遇到谁 又把那些谁拉进来一起来开会 然后被点名的除了行动党的副党之外 还包括了当时的副首相 还有阿里哈港湾 还有这个慕尤丁 内政部长 所以我觉得说 他未必是一个罗生人 他是确实是有把这个兵器讲出来 只不过 他没有直接指名道姓 那他没有指名道姓的话 他就有这个灰色地带 让大家去想象 去manivate他 所以这一个呢 可能就是政治人 不慣用的一个头发 所以这个 他的事情会比较微观 因为最终 啊 如果大家印象还有的话 事后 行动党的预计党预计党预计说 行动党没有办法说服 对服 对服 首相 关掉 来那 是吸毒党 他没有办法对服 所以 他有进一步的 人生说 这就表明了行动党没有控制政府 行动党没有主导政府 对 他把这个东西转为另外一个行动党有力的这个解释 对 这也是政治上操作的一种方式 啊 这个是我的 我的一点看法 你要补充吗 补充一点点 我很赞成你的看法 可是就说 很多时候啊 政治上啊 一个政党也好 一位政治人物也好 那个政治定位是蛮重要的啊 是不是 一方面我想 就说 比如说 郑东啊 他也是 就说 好像现在行动党各种党政里面好像 郑东比较被放在所比较 希望跟更多的 其他群体合作的那一派了是不是 所以你看啊 假如 你说到好像 哇 行动党很雄啊 争取到LINAS的关闭啊 什么这样很雄是不是 那么 可能 就说 比如说 非华人啊 或者是马来同胞就觉得 哇 你看这行动党极警操啊 逼到马哈迪医生关闭LINAS 是不是 可能他们对行动党就没有那么好感了 是不是 因为 虽然啊 就说环境保护是好 可是就说对 哇 行动党很powerful啊 我们不能够让这样powerful的一个政党啊 会威胁到我们族群的各种利益等等 所以可能 就比较不好啊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刚才所说啊 假如行动党 position到他自己 非常的 就是说 不能够影响那个决定啊 所以你看这个最后 最后LINAS还是必须继续开下去 呃 我们也无能的影响到 呃 马哈迪医生的这个决定是 华人就讲 你看是不是没有用 还讲啊 啊 占了啊 占了啊 自政党里面的到40%席位啊多少 你看是不是没有用啊 啊 那种政党值得支持吗 是不是 所以你你两边那种压力都有的 你知道吗 一边是传统你行动党支持者 另外一边是你要争取的一些未来支持者啊 他们都有不同的这种政治需要 所以你要很小心的把你自己的这个政党啊 呃 就说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排放在这边跟这边的中间 这样啊 说的两边的绝大部分都勉强能够接受你啊 是咯 不过啊 ok 在那一个时候确实行动党处在一个啊 相对尴尬的一个地方 因为希盟他的马来支持力不强 他不到三分之一 但是他面对很强的马来反对党 在那一个时候呢 就是一火还有一火 那么这两党结合起来他们组成了瓦巴卡之后 就让希盟的马来政党 比如说股团党 陈西党 还有公正党 面对很大的这个压力 那么代表上有一点很关键的 就是财政部长不是由马来人来担任 那其实财政部长由谁来担任 不是问题 最重要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条件 他就可以升任 但是在那一种政治氛围之下 然后在加上经济也没有说到太好 而且希盟上台之后呢 就锁水头 把原本有享有的那一些金贴啊 或者是那一些财务的援助就减少 因此在马来政党的操作底下就说 哎你看这次财政部长做了之后 那么我们的这些金贴 我们原本有享有的东西就没有掉了 然后就是他们 他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感受 所以这一点呢 在政治炒作之下 那么行政党也有办法 他就要啃这只死猫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是面对很大的这个压力 可以了解他所面对的这个压力 只不过在大选之前 他们把这一个特局炒得太过大了 太过大了说 当时黄德有说啊要烧焦党 先来拿过来他有盗贴 但是民众记得的并不是他的盗贴 而是说他要烧焦党 那么同样的西蒙的一些领袖 在排名有之政治学 确实把这个话说到太过高了 可能在那一个时候 确实有这个政治需求 有这个政治群众想要来那时管掉他的罪 想要离开坏单 只不过没有想到说 当政府之后有太多的这个现实讨论 这是我的看法 有没有这个要普通吗 暂时没有 其实假如可以列为带另外课题出来 其实也是就说这两天 好像有一系列的各种民调 是不是 然后就说到看起来好像 就说跟我们平常在市面上所听到的 好像也不太一样了 市面上所听到 可能大家比较所谓的怨声 债报了 认为经济又不好 疫情又起伏 这个政府怎么搞等等 是不是 可是看起来在最近的几个民调 包括我们常常蛮尊敬的 这个Madeca Center的民调啊 都显示比如说 首相慕尤丁的这个 受支持率是高起不下的 达到贾罗美记错是67% 在马来人群体中甚至是80% 印度人群体60% 华人群体是30%等等 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平常 所听到的一些说法 好像跟民调有一点这个出路了 所以希望政府看到这么美好的民调 是不是 证明政府广受民众支持啊 那就应该把这个紧急状态 就早日结束 然后再一次受到民意的考验 那反正这么多人支持他嘛 是不是 那讲到多么有技巧 对对对 果然是博士 那么博士已经 博士已经把我们的课题 带入第三个课题了 就是紧急状态 那么这个紧急状态呢 要不要你们 要不要结束 应不应该结束 那么在进入我们的课题之前 记得朋友们赶快去投票 然后等下我会把这个程序公布出来 紧急状态应不应该结束 那么其实 这个课题已经讨论了三个多月 就是从1月12号 开始文运 以及全国电视演讲 然后再进入紧急状态 之后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讨论 包括来自朝野政党 以及来自政府内的 这个不同 土地上的感觉呢 民间的感觉 我不讲政治上层的那 那一层人民 我们就讲普罗大栋 那么其实普罗大栋 对紧急状态 紧不紧急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动感 因为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不救 并没有受到紧急状态的直接影响 OK 就是商客的是商客 然后买菜的是买菜工作的 自己工作 所以对日常平民百姓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他对马来西亚的政局 还有对马来西亚的经济 就带来很深刻 还有很深远的影响 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以来 在紧急状态期间 政府颁复了三个 就是紧急状态的这个条例 而且这个紧急状态 是不需要经过国会的 因为在这一段期间 国州议会全部冲结 然后也禁止 不管是全国大选 州选 还是普选 韩伯朗不用选 是韩伯朗不用选 那么刚才提到的 这三个 其中一个是提到的 国州议会冲结 然后反反反选 选举都不用选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跟经济有关的就是 首先 首席部长的州议会 可以绕过州议会 国会 直接进入这个统议基金 去拿钱出来用 ok 拿钱出来用 那么最新的呢 是前边 就是星期三 二十一号 又有另外一个新的 这个 你们这些 出来了 就是可以从国家信货基金 啊这个东西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国家信货基金 它简称叫做 它其实就是 就是工庆兵局 跟 他跟这个公务员费GGGGG 他其实都是同样设立了 之后有同样的目的的 而这一个K&AM呢 他是在1988年成立 1988年到现在 他的这个民众部 他们的这个了解 其实是很少很少很少 那么这一个国家信托DG 坦白讲 他的钱也不是很多啦 那么看了一些报道 大概差不多等 160亿到180亿 那么这笔钱 是来自国有Dektonax的contribution 那么这笔钱 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呢 就是这笔钱 是来自国家的天然资源 所获得的收益 比如说石油跟天然气 然后这笔国家资源 天然资源赚钱 都是把一部分的钱 放在这个国家信托基金 确保下一代的人 能够享用 能够享用 当这一些黑兰之源 枯竭的时候 脱掉的时候 脱掉的时候 那么这笔钱 就可以拿来 印度接下来的日子 所以这笔钱呢 是留给下一代的 并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拿用 但是在紧急状态之下 政府制定了这个 Emergency Ordinance 可以把手伸进去 这一个国家信托基金 然后把钱拿出来 虽然它的钱 虽然它的钱不是很多 但是这一个做法 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议 所以说 为什么 你要把手伸进去拿这点钱 你之前在2021年 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你已经获得了30亿令吉 OK 用30亿令吉来买疫苗 同时呢 也有170亿的 这一个官邀基金 那么这笔钱 真的不够用吗 那么这笔钱怎样花 花在哪里 如果真的不够用的话 你要动用到这一笔 留给下一代的人 的这个钱的话 那么你应该告诉我们 你要拿多少钱 你拿了 这个你要怎样花 所以这一些其实看起来 跟紧急状态 跟我们日常生活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它是间接影响到我们的 这个呢 就是紧急状态底下 跟那些immunicacy ordinance 所带来的影感 包括刚才有提到的 假新闻 打假新闻的这个条例 所以它会有一连唱的 这一个东西 而且这一些immunicacy ordinance 是不能够在法庭被挑战的 这一点是很重要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那么我交给胡博士 谢谢 志峰兄刚才有提到 就说在紧急状态之下 那么 掌管行政权的这个现任政府 其实是完全可以不通过 这个国会 那么就颁布一些法令 这些我们叫ordinates 是不是一些 应该是叫做阅令 什么这样 然后这阅令 这等于是法律 所以也不可以在法庭被挑战 等等 当然 我们刚才 也听到了 也举出了一些 比较负面的例子 坦白说 潜质言论自由 然后 随便可以用钱 然后也不用特别的讲 怎么样用 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负面的 但是坦白说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目前是有紧急状态 所以我们也只能够 就说 作为公民 是不是 我们也只能够给政府一些 更善意的劝告 那什么比较更善意的劝告 哪些是很认真的 给政府一个很积极的 一个 就是一个 签语 一个劝告 你看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阿杜拉 巴达威 死在十几年前 政府就成立了一个 叫做 立商特工队 英文叫做 Permuda 就是找一批 主要是各些商家 甚至一些 学者等等 组成一个 其实是一个顾问团 是不是 然后这顾问团 是直接给首相意见 比如说 在我国做生意 有哪一些地方 是可以使到 减少凡人乳节 使到做生意更便利 使到程序更顺畅 等等 这个立商特工队 Permuda 它已经存在了十几年了 所以老一直给 我看给了四任首相意见 阿杜拉巴达威 然后这个叫做 Najib 然后叫做 马哈迪 然后现在给 Muhidi 四任首相 各种意见 我几乎可以跟你讲 每一任首相 不管是 他们是朋友 还是不是朋友 给回这个立商特工队的 答案一定是 你讲的这种东西 要在国会修改 X&Y&Z法令 很多国会议员不同意 又很麻烦 等等 是不是 那么使到我国不惜 就算在我国的这种 投资也好 经商也好 面对一大堆难题 就变成我国是一个 不受大家追本 不受大家欢迎的一个 去经商 去投资的目的地 是不是 那么你既然现在政府 有了这么大的权益 可以不通过国会 就可以颁布议令 就可以法律效应 那你还不赶快 把这些 Permuda以前的建议 全部翻出来 是不是 然后阿萨可以如何 使到在我国做生意 更方便 更利商 等等这些东西 全部就用这种 刚才阮主编所说 ordinance的方式 来颁布出来 是不是 那么就不用通过国会了 就没有这借口 讲什么很多国会员 不同意 很麻烦 等等 是不是 而且你一这样做 是不是 哇 我跟你讲 不用讲 Merdeka Center 什么Center 所做的那种 民意调查 包你 接近100% 是不是 所以就说 这个我不是开玩笑来讲 真的是很善意的 劝告政府 既然你首先有这么大的权力 赶快好好利用这种权力 然后使到这些力商 这种这样的方向 是不是 朝着这种方向走 那么全民 我看真的是不管不分种族什么都好 地域什么都好 全部对你全力支持 这个是给现任政府的一个 严正的一个劝告 是吧 蓝组片好像那个麦好像不停 好像听不到蓝组片的那个讲话 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就说 在我一直我趁蓝组片在调整的时候 我就讲多一点来知道我们听得到他为止 所以很多时候就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我们也不能够改变政府的一些做法 是不是 就是只希望他就说到了8月的时候就不再继续这个紧急状态了 不过就说从现在到8月你还有整差不多3个多月4个月 是如果你肯听我的劝告把Bermuda一些文件 我看是整大的这些文件全部拿出来 然后就把它改成这种法律 使到我们整个经商的环境能够更容易 那么大家一定非常的欢迎你这个政府 OK我们看蓝组片在讲话听得到吗 好像还是听不到 或者蓝组片可以不用耳机直接这样讲试试看 所以没有听不到不好意思 听不到 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技术性问题了 希望大家有耐心的等一等 我国的紧急状态啊 其实也真的是很微妙的 你看好像最近是不是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做教育界的 那么他们有一项来 他们在本地的学院啊等等 有收外国的学生 那么最近因为本地有emergency 紧急状态 然后你看啊 我们马来西亚简称国际上简称MY 是不是 好帅不帅你知道什么吗 缅甸是不是有军事政变 也是紧急状态吗 军人政府吗 缅甸那国家英文叫Mien Ma 前面两个字是不是MY 是不是 我的朋友说想要到外国去招生 那些外国那些家长有时候不一定地理很好的吗 他们以为Malaysia就是Mien Ma 而且而且他看看这也是有 Malaysia也是有emergency 所以他以为是Mien Ma 不敢送他的孩子来Malaysia念书 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有这种 你意想不到的这种效果了 所以当然我们都希望我国能够尽早的 回复这种比较正常的政治运作的这个状态 是不是 因为你看很多时候 就说我们都希望整个经济赶快的复苏嘛 那么就真的很希望 就说政府能够比较努力的拼这个经济 是咯 志峰OK吗 或者在志峰在弄钱 就是说在处理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的所谓华哥把它提上来 或者是8月1号之后是不是还需要有紧急状态啊等等 可能都有斟酌的这个地方了是不是 那么你说会不会使到这整个紧急状态历史的结束 我看可能性是不高的了 我看这个经济研手假如可以促成我们的就说 比如说国会赶快可以开啊 即便是有紧急状态之下也是可以开国会 那么我看都很不错了 那么假如可以死到8月1号之8月1号之后不再继续有紧急状态 那也那也很不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紧急状态对于一个现有的政府是那么的这个重要吗 其中的一点啊就是什么呢 那今天即便啊安华啊马哈蒂啊撒映啊一起去建员守是不是 然后有一份名单说我们有200位国会员签名支持我们是不是 那么理论上慕尤丁政府失去了这个majority大多数哦 可是因为是在紧急状态里面啊 这个政府仍然是可以存在 仍然是可以运作 而且是非常合法的哦 这才是为什么紧急状态在政治上是这么的减操 这么的好用啊是不是 还有没有一些问题 我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媒体为了流量而是去坚守自身专业操守 我只能够说有一小部分的媒体啦 可能会会这样做了 绝大部分的媒体其实都 我看都是还很辛苦的还在打所谓的插边球啊是不是 怎么讲呢 一方面当然各大媒体都呃大小媒体啦 都希望自己的这些流量能够多一点能够争取多一点广告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呃第一个环节我们就谈到了吧 是不是就说我国的这种呃新闻自由的这个呃排名都已经下跌了吧 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媒体其实也真的还是很有专业操守 希望更大的程度把一些可能比较负面的内幕能够揭发出来 或者是能够做出对政府的一些 不管是善意的有建设性的或者是就说严厉的这种批评 可是政府也知道还是对这种前置言论自由好像很有兴趣嘛是不是 所以很多的媒体都在这方面非常努力的非常辛苦的在打这种插边球了 而且我也这边呃讲一讲不只是媒体 我们这些做评论的坦白说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我假如天天政府大骂母虞议是不是 我的流量可能会比较高了是不是 那么这样很快的就会有人来敲门咯呃 呃轻一点是跟我喝咖啡啦 不轻一点可能是请我进去喝咖啡啦是不是 所以就说大家都要不管是做媒体也好做我们评论也好 大家都要很有技巧的处理这些呃课题了 哇整个人载了啊我们的蓝酒店哈哈 然后也听到很清楚了哈哈哈哈 我的声音现在ok吗各位哇现在是清楚无比哦 哇okok每一次都都每一次的这个直播都有一些一些考验了 那么刚才提到的就是紧急状态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刚才有提 我刚才看到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呃 紧急状态独立委员会跨党派的刚才有提到吗 对不对那么其实现在有两个委员会 都是跟紧急状态有关的 一个呢是奉阿公之名的就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跨党派的这个委员会 而另外一个呢是来自在野党 就是反对党就是西蒙他们组成的 结束紧急状态委员会 那么这个结束紧急状态委员会呢 已经要求进见援手 而援手也答应了 所以这一些我觉得反对紧急状态 或者是认为紧急状态应该要结束的 朋友跟民众呢应该要一起走 就是左脚跟右脚都要同步 一只脚呢就是跨党派的独立委员会 因为这个跨党派的独立委员会 从2月9号啊 是两个多月前的 2月到现在4月 然后差不多3次哦 两个多月来没有开过会 我所知道的2月9号名单出炉之后 至少媒体没有报道过他们的开会 而这个跨党派的委员会里面 有三个是西蒙的成员 一个呢是代表行动党的陆赵福 另外一个呢是代表公正党 蓝眼的他的总秘书 塞福丁纳索专 还有呢代表诚信党 阿玛纳的是前卫生部长 那么这个跨党派的独立委员会 应该要施压 要求这个委员会尽快开会 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密输出 就是国家安全理事会 那么如果这个委员会没有开会的话 他们就不能够向国家元首提出 到底要继续紧急状态 还是提早结束紧急状态 OK 那么这两个委员会 一个是对内 一个是对外 对外的当然就是 由西蒙他们组成的 这个结束紧急状态委员会 还有一个在机制内 在structure内的这个委员会呢 我们忽略了他的这个存在 他其实是奉阿公之名的 那么如果阿公元首认为说 这个委员会赶快要开会的话 那么政府是不能够违抗亡命 虽然我们是君主立宪的国家 虽然元首只是象征性 象征式的这个存在 但是在关键时刻 比如说目前的紧急状态 那么国家元首是有他的角色 可以扮演 是可以发挥一锤定音 甚至是定海神针的角色 所以这两个委员会 可以互相都有这个动作在那边 只不过这个跨党派的独立委员会 我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开会 因为如果他有开会的话 相信西蒙的代表 一定会在里面提出人民的看法 而这个委员会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因为是元首委任的 当然元首的建议是来自首相了 至少他有那个代表性 他比我们一般民众在外面喊 在外面叫 或者是在外面发表意见 更来的有效 因为他是现成的这个机制 所以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 没有进展 很可惜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OK 假如我没记错 如果根据宪法 就是判不了紧急状态之后 其实可以直接把紧急状态 就说这个紧急状态 我们不同意 而要把它废除掉的 取消掉的 只有国会可以这样做 你看这个问题又再出来了 怎么样讲呢 其实只有国会才可以说 我们觉得首相的这个紧急状态是不刚的 我们也超过半数 推翻这个紧急状态决定 立时结束的 是不是 反而阿公 假如我没记错 阿公是不能够就这样宣布紧急状态结束的 阿公要是在首相的痊愈之下 就是说首相跟他讲 阿公请你结束紧急状态 然后阿公才可以把它结束 那么这个所谓的什么夸党派独立委员会 它其实它给 它是可以给一个意见 可是好像假如我没记错 阿公根据宪法是不能够根据这个意见 就是说 你看绝大多数的这些委员都要结束 老委法结束 好像还是要首相的这个痊愈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以前的好几次的紧急状态 的确也是当权的政府宣布 然后看起来也是为了政治目的 可是他们都有经过国会 有核准的 国会 就说他们之后都有国会说 OK我们同意首相颁布紧急状态 这个是没有的 那么即便在紧急状态之下开一个国会 是不是 你开国会 那个国会的议程还是当朝的政府决定的 只要当朝的母会认 他说我们开会开会 可是他不准你谈这个紧急状态 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去通过一个 动议来说我们要求立刻结束紧急状态 是不是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我们当初我们写我们宪法的那班 主要是英国老了 英国的法律专家是 他们根据英国的传统来写 英国传统里面来写是 那种政治人我们都非常相对丁丁有礼 非常有礼貌的 哎呀我看到很多国员好像都不支持我了 我不用他们出身 我就自己下台了 人家是这样的 很有那种英国尖头曼 苏诚先生的那种绅士的 你假如一没有这种这样的绅士 你就可以硬硬来 现在法里面都没有规定需要这样 谁讲你只给我看 是不是你就可以这样了 就说你要就说我们是缺乏的 其实就是这种政治上的 尖头曼的精神 这个是完完全全是没有 现在是硬硬来的 这个就是问题了 OK好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调查的结果就是紧急状态该不该结束 毫无意外的认为 这个紧急状态应该结束的是有91% 超过90%的认为应该要结束 那么认为不应该结束的呢 就只有9% 那么我相信这一个结果也反映出 普罗大中一般上的这一个看法 就认为说当百货市场 当超市找市夜市都可以开 当学校可以开 幼儿园可以开 那么为什么紧急状态还需要这个紧急状态 为什么国会不能够开呢 那么这个紧急状态是不是有它真正的存在必要 再加上过去一个星期 过去七天 马来西亚的确诊病例都是二字头的 都是2000以上的病例 所以紧急状态似乎变成了一个 跟对抗疫情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做法 因为太多的这些数据显示 而且现在吉兰丹进入MCO3.0 是全马第一个进MCO3.0的这个周数 是整个格兰丹 因为它那个周数的确诊病例太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紧急状态应该要结束 但是紧急 结束紧急状态 它并不全然是疫情关联的决定 OK 我觉得它并不是完全是疫情关联的决定 它背后还有更多的是政治的考量 只不过这些东西都没有公开讲 大家心里面都有数 就是那句你知道的 OK 相信很多东西都是你知道的 只不过没有人把它点出来而已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胡博士 你那边有什么要加料的吗 你看你最后讲的那几句话 突然间让我感触很深 2018年我们投票推翻以前的独裁政府 其实很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民主 自由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然后三年不到 我们现在回复成以前 好像2018年5月9号以前这样 就是说我们叫什么 静落寒蝉 是不是 然后大家都要很担心的说 你懂的啦 我不用多讲 你明白啦 你明白我意思 这样 所以前后不到三年 我们是走回头路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 就说这去考虑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整个国家现在已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说沉沦也好 你说堕落也好 到就是说2018年以前的那种这样的一个程度 而且那个时候是说有人就有各种的丑闻 那么现在是说那种钱不知道怎么样用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大家真的是有机会多跟身边的一些朋友讨论一些咯 最好还是能够夸族群的讨论 是不是 使到大家都对这种现有的状况呢 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了 你看现在讲话也是要讲到将来 云云回回 也不是自护母亿讞啊 自护谁啊 是不是 那两年啊 你知道多么爽啊 可以自护马哈地啊等等 都没有事啊 是不是 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不知道沉沦到什么程度 谢谢大家 所以这也是马来西亚新闻自由排行榜 跌幅最重的一个国家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这个写照 而且新闻自由刚才我们提过了 这个结束紧急认为应该要结束紧急专来 这相信也是一个普罗大众的一个普遍上认同应该要结束的一个做法 但偏偏呢 如果没有其他突发事情的话 我们还是要等到八月 等到紧急状态会在八月的时候结束 那么从现在到八月应该是还有五六七八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依然要在紧急状态的状态之下 度过正常的生活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小总结 那么其实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OK 郭一亮 郭一亮就说 你们认为所谓的解除紧急状态委员会 还能否成效 如果元首听反对党的话 会不会对国盟打这个预防针 我觉得说国家元首是 陛下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郡主 OK 那么为什么我形容陛下是英明的郡主呢 就是从他在去年解决这一个喜来登政变 所用的这一个方式 OK 就是陛下是选择他认为最适合的方式 就是222名国会议员一个个排队面胜 然后在元首面前签SD 签法定声明 你支持谁当首相 OK 而不是把这个 谁决定首相的这个权利交回给国会 因为交回给国会的话 可能会出现很多的host trading 很多的买卖 买卖在那边 但是你去到国家元 去到国家王宫 国家元首就在你面前 那么相信所有的国会议员 包括普罗大众 当元首在你面前的时候 大家都会非常毕恭毕敬 就算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杂念 或者是不见话讲的超阿盖 那么在元首面前的也会克制 所以元首就根据 元首认为最适合的方式 选择了母一定做首相 OK 当然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 认为说这是后门的 OK 这不用紧 但是宪法让元首有这一个权利 以元首认为方便的方式来决定首相 OK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去年应该是10月的时候 当母一定要求紧急状态 但是元首讲说不需要 但是元首也很精明很有智慧 他就把所有的全马的9个统治者 一起召来基隆坡开会 所以这一个是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决定 马来统治者理事会认为不需要开口 不需要召开 不需要这个颁布紧急状态 所以在那个时候 慕尤丁就碰了壁纸 说不能够开 不能够颁布紧急状态 然后来到今年1月的时候 某一年又在进见元首说 现在是时候颁布紧急状态 而那个时候确实疫情有在上升 而元首也同意了 那么来到这个解除紧急状态 如果元首借鉴这一批有反对党组成的 解除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这个代表的时候 那么其实元首的讯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就算之后没有发文告的话 那个讯息也是非常明确 那么相信布承的领袖会读到这个讯息 而且在这之前 国家元首也见了下议院的议长 还有上议院的主席 之后国家王公就发文告说 陛下认为紧急状态之下可以召开国会 但是陛下会接受首相提成的劝告 所以元首可以有很多的这个 见面会来释放元首所要表达的这个讯息 只不过首相牧尤丁如何借这个球 还是他不要借这个球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胡博士 这个国家到最后 还是那个滞长行政权的权力是最大的 你刚才提到的例子就很好了 元首都已经释放出一个讯息 说是可以开国会的 他就是不签议 你不可以叫他签议 所以你能够说 犯罪的讯息 可是你不过命令他以签议你 以便知道你做事情 所以他不签议的话 坦白讲也就这样 同样的角楼元首认为紧急状态可能也有 就说提早结束的需要等等 可能也释放这种讯息 但是他就是不劝告你 去提早解除紧急状态 坦白说宪法底下 我们跟法律的也是不能够的 那解除 你知道很多人好像认为解除 解除紧急状态是一个万灵单 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万灵单 因为你解除紧急状态 比如讲了开国会 我们刚才都讲了 就是说国会的议程还是由首相或是政府决定 他就是不让你通过这个叫做不信任动议的话 你也是没有办法通过 对不对 即便没有紧急状态 可是假如没有紧急状态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什么 也就是刚才所讲 比如讲了 马哈迪安华跟Zahid一起去进建元首 有200个人签名的这个名单 是不是 那么元首就有权益了 那个时候元首就有权益 牧尤丁你明显是失去了多数的支持 你有没有200人的名单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么你是应该下台了 元首是可以符合宪法的 这样叫牧尤丁下台的 如果没有紧急状态 如果有好像是不能够的 所以为什么紧急状态 没有紧急状态是好 我也要看反对党方面 是不是能够整合 如果有像我刚才所说 我讲的这样的梦幻组合 三个人一起去建元首 200个人的那个名单 那个单栏 是不是 问题是这三个人都打来打去 是不是 所以你怎么样来 你要说服元首 你拿着他名单87个人 那元首就 OK 人家看起来还是有多个半数 是不是 所以就说一方面我们当然不停的呼吁结束紧急状态 可是另外一方面反对党方面自己的这个整合也是很重要的 你才能够结束这个政府的统治 是 好 我们的节目来到这里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08分 那么谢谢到目前为止还在线上观看 还在线上留守的900多名的这个网友 谢谢你们 然后在结束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Triven E Triven E就问说 巫统最高理事会在星期天开会 会不会做出重大的决定呢 这会不会建议说 会不会是雷声大 雨点小 这一个礼拜天巫统的最高理事会 他们的这个MT的meeting 是三月尾大会之后 就是三月尾的巫统代表大会之后 第一次的MT 而巫统大会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 他们做出了No UNRWA No DAP No PKR 同时要跟土团党断交 同时要退出国盟政府 只不过退出国盟政府的日期 没有 没有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交回给巫统最高理事会 所以这一个礼拜天的巫统最高理事会呢 将会开会讨论如何去跟进 巫统大会所做出的议决 这个是很重要 如何去跟进 但是跟进的程度到哪里呢 目前还不知道 会不会有一个 最终的决定 比如说给某一定的政府 给国盟政府一个期限 比如说八月或者九月 那么如果你没有解散国会的话 那么九月之后 我就撤出国盟的政府 会不会有这个决定 那么我觉得不会有 为什么 因为巫统现在派系领域 对他们来说 党选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 因为普遍的感觉就是 大选应该会在明年的六月之前举行 OK 明年的伯萨之前举行 就是华人农历新年之后 到伯萨期间 这个是他们的 我们讲 Window of Project 就是机会的窗口 那么在从现在到明年的 这个伯萨期间 还有一段的这个日子 那么这段日子期间 如果巫统能够举行改选 选出新的领导层 选出新的领导层 意味着他们有机会 放掉过去的保护 放掉过去的那些 法庭感染群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也意味着 他们能够选出一个 首相的人选出来 OK 那么现在 按照一般的理解 首相的人选 如果是来自巫统的话呢 就是他的党主席 Zahid Hamidi 问题是 Zahid Hamidi的这个 他的这个形象已经受损了 而且巫统内部的人 也认为 一部分的派系认为说 Zahid不适合当首相 所以这一些 也有很多的 这个巫统内部的派系 会影响到 他们在来届大选的部署 所以 经过党选 让他重新的在洗牌 重新出发 这可能是巫统的 大部分 我不敢说全部 可能是巫统相当大部分的 这些领袖的看法 这是我的一些意见 胡博士 我也是觉得 不会有重大决定 不过那个原因很直接 其实我刚才也讲过 你现在即便巫统宣布说 我退出 就是我不再支持的政府 是不是 你这个政府还是稳稳的做的 即便没有了majority 这个政府也能稳做 那也不是吃大葵 你整个巫统退出政府 你部长全部没有的做 先不要讲他们分不分裂了 这全部部长没有的做 你要支援哪里来啊 比如说你那些 你要应付未来大选啊 你要直接派资源的嘛 你还资源哪里来啊 你都没有掌管一些部门啊 你都很难去派这些资源了的 你不是这个叫自费武功啊是不是 所以就算你要不支持这个政府 你要到紧急状态结束之后 然后你才说不支持啊 那个时候才有翁嘛是不是 那才知道这个政府失去了 大多数然后必须下台啊 呃等等啊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啊 是吧 嗯 ok 好 那么呃 我们这一期的 政经800 脸书分享就到此为止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还有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周五再见 下星球再见 晚安 晚安 再见 再见 好 然后一聊关于这个首相人选的事情 当然啊 微香刚才有提到几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首相人选迟迟 他们从拥有政权到没有政权 到现在想争争权 这样的情况下还在朝着这个首相的人选 持继调啊 就是说要出这样多声音啊 做一个退休的首相 那么可能当时的 当时在过去两年 就不会抢索的总共转位置 控告达了 在进入讲题之前 大家记得除了我们会有三个讲题 底下我跟刘博士会逐一跟大家 回顾去年所发生的三件最重要的大事之外 现在也有一个投票 大家应该在看本直播 应该有投票出来一个投票选项给大家投 大家就说很多人都很讨厌这个螺丝嘛 然后尽量的定各种可能去筹划它 今天 我已经有所欣赏的支持者 我已经有所欣赏的支持者 在这时期 我现在已经有所欣赏的支持者 在这时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